因为一场灾难 女孩失去了父母 她和妹妹刚在废墟中找到哥哥 却不幸又被人群冲散 无助的女孩 只能被父亲的好友带回遥远的北海道生活 由于看起来灰头土脸 小夏先被安排洗澡 而收养家庭则讨论其他的取留 柴田表示 女孩是好友临终前的托付 可作为上门女婿的她 说出的话并不被重视 柴田觉得 虽然家里多个人日子会辛苦点 但如果她做事不管的话 那小夏肯定会活不下去 妻子也认为父亲的话太过冷漠 他出于同情还是想留下小夏 就在这时 小夏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们身后 显然刚才的对话全被他听见 父子见小夏洗完澡还穿着脏衣服 于是赶忙起身为他换上干净的 感受着父子温柔的照顾 然而小夏心里却很不适滋味 要是母亲还在的话 那自己就不会被人嫌弃 想到这里 小夏顿时哭出了声 他紧紧抱住父子 久久都没有松开双手 父子只好安慰起小夏 同时他也意识到 这个孩子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因为无依无靠才会这样大哭不止 晚饭时 看着一桌子的菜 小夏不禁感叹非常丰盛 他已经半年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了 看着快要流出口水的小夏 父子赶紧给他端来一碗米饭 只见小夏一口接着一口 不停地往嘴里塞食物 这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他们还没见过这么能吃的小孩 担心自己吃的太多会被讨厌 小夏紧张地放下碗筷 事后 父子给他穿上了女儿的衣服 由于年龄相反 小夏穿在身上特别合适 不料这时 女儿小西跑过来阻止父子 他很抗拒小夏穿自己的衣服 尽管老旧的款式小西已经不穿了 但他也不想看小夏穿在身上 小夏认为通过劳动 小夏认为通过劳动 才能让自己住得心安理得 让一个九岁孩子去做繁重的农货 拆田和父子实在有点不忍心 然而爷爷此时却同意了下来 他决定要将小夏每天都带在身边劳动 女孩每天五点起床 为了能被收养家庭留下来 年仅九岁的他 不得不早早就要打起精神 山里的精水冰冷自古 小夏准备先洗把脸清醒一下 没想到这盆凉水尽格外甘甜 接着他来到牛棚 收养家庭的爷爷让他在一旁学习 大人们先将奶牛用温水清洁 在底下放入大桶 然后便是积奶缓解 看着新鲜的牛奶装满整个铁桶 小夏觉得很神奇 于是也想拿着热毛巾试试 不料他却被制止了下来 原来当陌生人靠近时 奶牛会感到紧张害怕 接着就会攻击靠近的人 如果不小心被踢中的话 可能会有生命威胁 小夏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只不过是想要帮忙而已 没想到却犯下了错误 扔上三肝后就是放牛吃草时间 活泼开朗的小夏 甚至还和奶牛挥手告别 之后虽然奶牛不在了 但牛棚的工作还要继续 小夏需要拿起重重的铁桥 仔细清理奶牛的分辨 这项工作显然对他比较辛苦 不过小夏依旧咬牙坚持了下来 尽管有时会不小心摔倒 可小夏很快便能爬起来继续干活 而这一切都被爷爷看在了眼里 做完这些后大家才开始吃早餐 这也是小夏最幸福的时刻 因为在劳动过后 吃什么都会觉得非常美味 直到傍晚 爷爷才带着奶牛回家 由于吃了一整天的青草 这时还要再挤一瓶牛奶才行 看着爷爷熟练的装满一枕桶 小夏认真地站在边上学习 终于熬到了晚上 面对一桌子的食物 小夏迟迟都没有冻筷子 原来是白天太过辛苦 导致他吃饭时打起了瞌睡 见小夏累得无精打采 父子忍不住哭出了声 小夏认为这场争吵全都因为自己 他赶忙开始道歉 深夜当所有人已经睡着时 小西却突然跑到父母房间 群问后才得知 小夏打呼噜的声音太响 吵得他根本睡不着 父母则让他去爷爷那屋睡 让人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小夏早早便跟在爷爷身后学习 没过一会爷爷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把小夏叫过来 要让他尝试上手挤牛奶 小夏瞬间很是激动 因为自己终于可以正式干活了 开始小夏还有些害怕 他温柔地说让奶牛不要提自己 而爷爷则耐心在一旁教导 慢慢的小夏也开始变得熟练 很快便挤出了大半筒 整个过程 爷爷始终盯着小夏的动作 他面无表情没说一句话 没人知道爷爷在想什么 只是看着看着 眉头皱得更紧了 不料隔天清晨 父子突然发现小夏不见了 同时马车和爷爷也不在家 他们瞬间意识到 小夏可能已经被爷爷送走了 女孩突然发现 自己被带到了陌生的地方 她很害怕会有威胁 可带她来的爷爷似乎没有恶意 剑女孩奖上的鞋实在太破 还给她买了一双新鞋 两人走进一家甜品店 老板热情的和他们打招呼 由于和爷爷认识了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带孩子来 老板看着小夏 误以为他是爷爷的孙女 小夏想要开口解释 却总在关键时候被打断 突然被一群人围起来关心 小夏顿时有些尴尬 好在爷爷这事说出 小夏是被他收养的孩子 而老板则开起玩笑 这不会是你拐来的吧 爷爷随即回应他 大妈你上了年纪话真多 小夏以为爷爷和老板在吵架 他居然条件反射地开始道歉 事后店里为两人做了冰淇淋 小夏只是尝了一小口 就再也忘不掉这个味道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平时一副铁石心肠模样的爷爷 此时居然意味深长地告诉小夏 这份冰淇淋是你工作的回报 我之所以决定让你做农活 是因为你的经历太过坎坷 如果再不尽早磨炼的话 那以后就算你找到了妹妹 也不能把她保护好 爷爷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你今后不用再抢言欢笑 也不用再动不动就道歉了 小孩本就应该有小孩的样子 小夏听后瞬间眼含热泪 虽然嘴里的冰淇淋无比美味 但爷爷的这番话 让他感觉到更加甘甜 傍晚时 两人迎着晚霞踏上了回家的路 小夏心里很是高兴 因为他觉得 从今天开始自己又多了一个亲人 另一边 柴田正在教育女儿 因为小夏是一股好友的孩子 所以柴田不能眼睁睁看小夏流落街头 同样他也希望女儿能够理解自己 不要再对小夏有很大的敌意 小夏在听完这番话后 同时心里也做了一个决定 夜晚小夏看着默默铺床的小夏 拿出了送给他穿的睡衣 感受到小夏对自己的态度开始转变 小夏不免一阵开心 这意味着他正在被慢慢接纳 第二天 小夏像往常一样 早早就来到牛棚帮忙 然而今天爷爷突然让他去上学 就这样 小夏便和小西结伴前往学校 而小西在路上还为他介绍学校的情况 可小夏不知道的是 学校生活并没有他想象中的美好 只是因为住过孤儿院 女孩就成了班里的关注对象 得知她曾经有过流浪的经历 同学们全都有点嫌弃女孩 他们怀疑女孩身上可能有病毒 为此同学们很是害怕 还要求女孩马上离开这间教室 好在一旁的男同学及时帮他解围 要是身体真的不健康的话 肯定眼就能看出虚弱的样子 而女孩却一直表现得很正常 有了男同学的挺身而出 女孩也不再被怀疑 之后小夏来到男孩面前表示感谢 可男孩从头到尾都在忙着画画 根本没时间理他 小夏不仅没在意 反而还被男孩的话吸引 他没想到在普通的纸上 能画出这么有趣的图案 突然一阵风吹来 男孩本子上的画快速闪过 里面的马儿就像是活了一样 不断地做着各种动作 小夏觉得非常神奇 他对绘画的兴趣也在逐渐浓厚 放学的路上 小夏和小夕结伴往家走 而小夕想起白天的事 于是便好心告诉小夏 以后再遇到说话难听的同学 一定要表现得很生气 这样就不会再被欺负了 面对小夕的传授经验 小夏没有回应 只是笑着说自己下次会注意的 到家后 小夏看见游地员正好路过 他突然想到什么 接着赶忙问父子有自己的信吗 但回复小夏的却是没有 很快父子就看出了他的失落 询问后才得知 原来他一直在的 住在孤儿院哥哥的来信 这时小夏仿佛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然后紧张地开口向父子借十块钱 因为那正是北海道既往东京的邮费 他想写信关心哥哥的状况 父子听后心里很不适自卫 自从小夏的父母去世后 他现在唯一的亲人就是哥哥和妹妹了 由于亲戚只同意领养一个孩子 所以便把最小的妹妹交给亲戚 而哥哥自己则待在孤儿院生活 这让小夏非常牵挂他们 事后看见了父子带孩子辛苦 于是小夏便主动提出要帮忙 他把父子的小女儿带去玩耍 不料小女儿却意外摔倒 小夏急忙上前安慰 可这一幕恰好被小西撞肩 误以为妹妹被小夏欺负 小西一把将小夏推倒 接着就跑到父子面前告状 小夏想要开口解释 但还没等话说出口 父子就说不用他带孩子了 让小夏先去帮爷爷放牛 站在开阔的草地上 小夏心里难受极了 满肚子的委屈无人倾诉 他不仅想起了远方的哥哥 直到深夜 小夏的眼泪还是流个不停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一片好心 却始终没人理解 最后在凌晨时 小夏悄悄穿戴整齐 默默离开了这里 他现在只想去东京找哥哥 由于在领养家庭受到了委屈 女孩决定要离家出走 为了能有路费 于是他来到集市上 先垫上两块砖 再拿出鞋刷 然后摆上鞋油 就这样 一个擦皮鞋摊位便顺理开张 可还没等小夏赚到钱 路过的警察就发现了他 并立即把小夏带回去 然而好巧不巧 小夏前脚刚走 前来找他的领养家庭也路过这里 他们阴差阳错地错过了小夏 而爷爷则直接进入路边的商店 询问有没有见过小夏 但店里表示并没看见 老板建议他们去警察局看看 因为这一代经常会有流浪儿童被警察接走 另一边 小夏正在被警察询问 得知了小夏的父母已经去世 警察决定要把他交给孤儿院 小夏听后很是害怕 他知道一旦住在孤儿院的话 那么他就再也出不来了 想到这里 小夏便假装肚子疼 要去一趟卫生间 接着他趁着所有人不注意 然后悄悄逃离了这里 之后小夏独自来到河边 捡起一根根木柴 因为这样可以换取一个馒头 等小夏慢慢靠近河边后才发现 那里正好有自己的同学在钓鱼 两人一见面 小天就很是好奇 为什么小夏会出现在这里 被这么一问 小夏顿时有些尴尬 他实在不好意思说出 自己离家出走的事 见小夏说话吞吞吐吐 小天也没有多问 只是看到小夏肚子饿的咕咕叫后 他便好心将钓到的鱼送给小夏 两人分别时 他还为小夏把鱼处理干净 然后放在火边制烤再离开 与此同时 领养家庭也找到了警局 可还是晚了一步 得知小夏已经逃走 他们问清了大概方向后 赶忙顺着小河边寻找 路上父子非常自责 要是自己没有对小夏冷漠的话 那他就不会令小夏感到失望 父子始终认为是自己的错 才导致了一个九岁的孩子想要逃离 而此时的小夏心里也很不适自卫 他何尝不后悔自己的冲动呢 想到对自己真心疼爱的爷爷 他不仅眼含热泪 就在这时 小夏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那正是苦苦寻找自己的差田一家 小夏瞬间愣在原地 他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被重视 小夏想笑着表现出坚强的样子 然而毕竟他还是太过脆弱 转眼笑声又变成了哭声 在所有人关心的目光中 小夏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爷爷让他大声哭出来 这样会好受一点 可小夏就像个走散的孩子一般 拼了命地向爷爷跑去 直到抱住爷爷时 他的心里才变得有安全感 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冲动 才害大家担心 小夏赶忙不停地道歉 父子见状没有责怪他 只是说你真是个小傻瓜 一家人本就不必这样敏感 你不许再不声不响地逃走啊 否则我们都会很着急的 最后父子起身后 左手牵起小夏 右手牵起小西 一家人轻松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可不久后 爷爷突然来到小天的家里 还对着小天的父母 发了很大的火 与孩第一次跟男孩回家 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惊呆了 简陋的茅草屋 居然要住下男孩一家四口 而屋内的环境更加艰苦 由于只有一面窗户透光 房间里写得十分阴暗 之后男孩开口解释 他家是去连逃难过来的 因为分配给自己家的土地 寸草不深 所以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父亲也努力开荒过这块土地 然而尝试了几次都收获不到粮食 他们只能无奈地放弃 见一家人生存下去都很困难 父亲决定明年就离开这里 全家到别的地方再试试 可小天根本不想搬家 面对一家人付出几年努力的地方 他非常不甘心 看着小天眼泪止不住地流 小夏觉得很是可怜 于是他找到对种地很有经验的爷爷 请求他帮助小天一家 但爷爷说那块土地他知道 这种贫瘠的土壤要想中出粮食 难度是非常大的 付出的劳动要多好几倍才行 而且就算这样 还不能保证一定能成功 爷爷劝小夏别多管闲事了 但一想到小天绝望的样子 小夏还是坚持要帮他 不过爷爷毕竟不是铁石心肠 他只是刀子嘴斗福心 趁着空闲时间 爷爷便和小夏驾骑马车 前往了小天家看看 小夏此时满脸笑意 小天家的土地终于有救了 但小夏还是高兴过早 爷爷在这块农田里站了很久 最后给出的建议还是让小天放弃 因为想要在这里有所收获的话 那必须要下定决心吃苦 小天一个孩子是做不到的 可面对两个孩子期待的目光 爷爷决定和小天的父母谈谈 在当天夜里 爷爷再次来到了小天家 双方一见面 他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得知开荒过程需要两年时间 小天父亲不仅打起了退堂鼓 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没有农活经验 与其为了一块不被看好的土地奋斗 还不如重新换个地方生活更好 而小天母亲也受过了东奔西跑的日子 他很希望一家人能够真正稳定下来 在大家的一番劝说下 父亲终于明白过来 他们作为逃难来死的人 本就要该付出更多的努力 为了鼓励他收拾荒地的信心 爷爷直接喊来了全村的人帮忙 爷爷看着所有人 眼神里满是坚定 那是由于家家缺乏农具 他们只好用绳子拔走树根 一开始不管众人怎么使劲 树根都纹丝不动 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很快便成功将他拽起 但这还远远不过 为了教会小天一家种地 爷爷常常会来帮忙 就这样 冬去春来 时光荏苒 一晃九年过去了 这块土地也变得充满了生机 此时的小夏已经18岁了 只见他熟练的骑上马儿 来看望正在干活的小天 多年来因为有了小夏的陪伴 小天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而小夏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女孩突然发现 家里好像有事发生 来到牛棚后 他才知道是母牛难产了 牛宝宝被卡住 怎么也生不下来 爷爷赶忙让人去请兽医 可路途遥远 只怕到时候母牛会有威胁 关键时刻 在农业学校读书的小夏想到了办法 只见他先用绳子将牛宝宝后体绑住 然后趁着母牛使劲的时候 他们一起用力往后拽 很快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牛宝宝便顺利伸了下来 然而 当小夏上前查看时 还是发生了意外 小牛因为憋气太久 现在已经没有了呼吸 爷爷说他也没有办法 但小夏实在不想放弃 他迅速靠近小牛 毫不犹豫地做起了人工呼吸 见小牛还是没有动静 于是小夏抬起牛体 不停地帮他做扩凶动作 终于在小夏的这番抢就下 小牛慢慢有了精神 看着这个亮枪站起来的小生命 小夏很是开心 因为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忙完这一切后 小夏还要匆忙赶往学校 也也担心小夏骑车上学会迟到 于是就为他牵来一匹马 就这样 小夏迎着太阳 骑上马在这片田野上尽情奔跑 紧赶慢赶来到学校后 可他还是发现已经迟到了 老师让他解释清楚 小夏只好把为奶牛洁生的事说了出来 由于这是一所农业高中 所以同学们全都听得津津有味 教室里也响起了阵阵掌声 老师认为这是一个教学的好机会 他让小夏把过程示范一遍 而小夏不仅自己活泼开朗 对待同学更是照顾有加 见有人上课睡着 他就好心帮忙叫醒 虽然总会闹出笑话 但小夏非常热爱高中生活 同时他对绘画也特别感兴趣 常常在本子的每一页创作 然后快速翻看 就能体会到动画片一样的视角 此时的小夏还不知道 五十年代的第一部彩色动画片 今后由他才能创作完成 而未来的动画大师公齐骏 居然和他是同事 究竟是要见怎样的人 才会让女孩如此高兴 见男孩起身向他挥手 女孩也热情地回应 脸上更是挂满了掩饰不住的笑意 两人起码在田野散步 互相说着最近发生的事 尽管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 依旧觉得很有意义 趁着牛正在吃草时 小夏还采集了很多山葵 他要带回家交给妈妈 因为山葵特有的辛辣口感 做成调味料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就在这时 小天下唯一的母牛 突然开始不停挣扎 从小有着养牛经验的小夏 赶忙上前查看 这才发现母牛已经到了躁动期 为了让母牛能够冷静下来 小夏决定要和爷爷 借一头公牛来给他做伴 可他还是想得太过简单 当小夏傍晚回家 向爷爷开口时 爷爷却不知为何发了很大的火 小夏实在不明白 只不过是借用一下公牛而已 爷爷为什么会很反对 于是他就询问妈妈是怎么回事 虽然妈妈也不理解 但他觉得可能和爷爷的往事有关吧 在妈妈九岁那年 奶奶就生了一场大病 那个时候 由于村里遭受了一场少见的寒冷天气 导致了农田里没有收成 所以家里过得非常艰苦 还因此欠下了很大一笔债务 可就是在这种危难时刻 爷爷还是跑到城里 去请了最好的医生为奶奶看病 结果可想而知 因为身无分文 爷爷并没有带来医生 之后在奶奶的葬礼上 爷爷哭了很久很久 而这件事一直是爷爷心里的一道看 听完这番话后 小夏心里很不适自卫 原来爷爷是如此的重感情 第二天 正当小夏照顾刘群时 爷爷正好走了过来 或许是想起了爷爷的故事 小夏马上真诚地开始道歉 然而爷爷没有多说什么 他表示小天的牛没有错 爷爷会和小夏一起带点甘草区味味 往后有时间再把小天的牛带来 和自己家的牛仙熟悉熟悉再说 接着爷爷和小夏带了一车甘草 前往了小天家的路上 小夏睡在草堆上很是放松 可爷爷这是却问了一个问题 爷爷说未来想让小夏继承农场 所以才很需要一个上门女婿 小夏听到这么直接的话 瞬间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他告诉爷爷自己和小天 只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而已 女孩独自在野外散步 可一个陌生男人却悄悄靠近他 直到两人四目相对时 女孩才认出他是谁 早在十年前 一场大火烧毁了孤儿院 所有人全都四散逃走 只有阿信找到被困的自己 还不顾危险地带他逃出火海 之后由于孤儿院被毁 阿信便和哥哥带着自己生活 自从有了他的照顾 女孩觉得那段时光很是幸福 而十年后两人的再次相遇 不禁让小夏感叹缘分的奇妙 然而阿信来见他不仅仅是为了叙旧 他还为小夏带来了失散哥哥的消息 接着阿信就被小夏 邀请到收养自己的家庭做作 一家人还以为他要带走小夏 所有人顿时有些不开心 阿信说在东京街头 见到过小夏的哥哥 如果再去那一带寻找的话 或许还能看见 随后他留下地址后 就准备要匆忙返回大学 夜晚小夏一个人发呆了很久 而杨母也注意到他心事重重的样子 为了帮小夏找到哥哥 于是杨母父子做了一个决定 就这样 在乘坐了两天汽车后 两人顺利来到了东京 由于是第一次来到大城市 他们瞬间迷失了方向 好在有阿信留下的地址 很快两人便成功找到阿信 在他的带领下 两人也见到了认识哥哥的餐厅老板 说明情况后 老板却表示 最近半年都没看见过小夏的哥哥 见两人赶路辛苦 老板还好心为他们提供房间休息 让两人先住下来再慢慢找 但是在安排完这一切后 老板却突然像变了个人 事后 当两人开始铺床时 父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如果你找到了哥哥 就不用喊我妈妈了 毕竟你也有自己的家人 小夏听后心里很不适自卫 多年来的相处 父子在他的心里 早已成为了最亲的人 脚下顿时非常伤心 他下意识靠在父子怀里 父子也感受到了这份浓厚的亲情 他紧紧抱住小夏 久久都没有松开 第二天 阿信告诉两人 他打听到小夏的哥哥 好像在剧院上班 于是三人便找了过去 果然在舞台上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虽然如今的样子有些变化 可观察他的神态和声音 小夏确定 那就是自己的哥哥 他敢忙起声大声呼喊 哥哥先是愣了一会 然后很快就认出了小夏 然而当父子询问哥哥怎么安排小夏时 他却表现得有些紧张 哥哥决定让小夏先回餐厅 自己明天会过去接他 但隔天小夏在餐厅等了一整天 直到夜里 也没有看到哥哥出现 这时阿信跑来告诉小夏 哥哥因为做了不好的事 今天早上被警察抓住了 可能要关好久才能出来 同时阿信也拿出了哥哥在监狱写给小夏的信 女孩只是画了一只松鼠 她就被最大的动画公司选中 等到正式上班这天 邻居还为女孩精心打扮 可当她来到公司后才发现 作为新人的自己 一开始要做的工作 只是简单的给画上颜色而已 但小夏并不觉得枯燥 反而还未能接近梦想而开心 因为小夏从小的制约 就是能成为一个动画大师 听完科长宣布的一条条规矩 小夏顿时感觉有些紧张 好在带她的同事还算有好 不仅细心为小夏指导 见她因为紧张迟迟不敢下笔 同时还和小夏开起玩笑 放松下来的小夏便开始专心工作 就连科长靠近她都没有发现 忙碌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张远就到了午休时间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到动画的创作过程 小夏趁着休息都要研究画稿 而这一幕正好被公司的首席画师仲平看见 见小夏对绘画如此感兴趣 仲平便邀请她到创作办公室学习 看着这个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人 小夏知道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高手存在 在60年代才会拍出许多好看的动画片 为她介绍完创作流程后 仲平则告诉小夏 那的箱子里有些不要的画稿 你可以拿回去学习 在那的电脑还没普及的年代 每张画稿都要付出很多的精力 所以小夏格外珍惜 下班回到家后 她更是对着画稿反复练习 虽然自己画的线条总是乱七八糟 但她依然不值疲倦地努力着 第二天 邻居还是热心地帮小夏打扮 然而这次的衣服实在言难尽 小夏不想辜负邻居的好意 开始硬着头皮穿在了身上 没想到她刚到公司 就被同事吐槽太显眼了 然而这样的穿着确实会引来麻烦 没多久小夏就备 公司的画师 泽子注意到了 见她打扮得根本不像是来上班 泽子直接上前对小夏进行了批评 出入职场的小夏还不明白 同为女人 为什么敌意要这么大 由于白天深受打击 深夜小夏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她便拿出在创作办公室里 捡到的话稿研究起来 而这个作品正是翻胎的白蛇传 见画中人物委屈的模样 小夏瞬间有些感同身受 可她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这时小夏突然有了灵感 随后她拿出画笔就开始创作 为了能够证明自己 女孩在新公司非常努力 就连同事们全去吃午餐啊 她都要利用这个时间学习 直到被科长发现 小夏才一依不舍地去休息 一块面包加上一瓶牛奶 她就能对付完一顿午餐 就在这时 公司的首席原画师泽子 无意中看见了小夏的练习画稿 在翻了几张后 泽子突然眼前一亮 她不敢相信 这真的是一个新人做的吗 无论是细节还是创意 这几张画都无可挑剔 于是泽子找到主编 他们想到 最近小夏总会来这里 翻看被丢弃的画稿 所以这很有可能是她捡到的 两人在分析了绘画风格后 猜测也许是同事绝内丢弃的 泽子敢忙拿去询问绝内 然而当绝内仔细检查后立即否认 这根本不是自己画的 虽然白娘子的表情很逼真 但这看起来粗糙的画工 这是新手的水平 不过泽子却认为 动画就该如此 与此同时 小夏回来后 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练习稿 科长告诉她是被泽子拿走了 于是小夏赶忙找了过去 结果一进门 她就看到泽子在夸自己的画作 见大家全都猜测作者是谁 小夏只好承认是自己的作品 泽子瞪大了眼睛 所有人也表示不可思议 明明是自己看不上的新人 却能有这么高的天赋 而且泽子之前还批评过小夏 他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但泽子还是很好奇 为什么小夏能画出这么有感情的人物 而这一幕全被原画大师 仲平看在了眼里 他对小夏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事后仲平找到老板 直接把小夏的画跌了过去 不出意外 老板非常看好这个作品 仲平顺势抱怨 最近创作部的人手不够 而这个作品 是公司里一个新人女孩完成的 所以仲平想给小夏一个机会 面对仲平的要求 老板没有拒绝 只是有个前提 那就是要通过公司统一的考试才行 之后仲平单独把小夏约出来吃午餐 可还没等他说出这个好消息 小夏已经吃的满嘴都是酱料 女孩突然发现 自己的工资可能要翻十倍了 公司的负责人告诉她 让女孩参加下个月的统一考试 通过后 将不用再干流水线的上色工作 而是直接成为动画师 小夏非常期待 因为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可毕竟自己的绘画基础太弱 为了在短时间能快速进步 于是小夏在每个夜晚总是默默练习 幻想着人物动作 然后凭借着感觉画下来 小夏全身心的投入 只为了能全力以赴 但到白天 小夏忙完了自己的工作 她就会来到公司绘画部 捡走一些没用的草稿拿回去学习 而这一切都被负责人仲平看在了眼里 就这样 小夏日复一日的努力着 在每个深夜她都练习到很晚才睡觉 时光匆匆 一转眼就到了考试这天 兼考官正式欣赏自己的重品 这让小夏不免有些紧张 当她接过试卷后才知道 考核题目是小朋友在玩耍 在现实一上午内 要完成15幅详细的动作 只见小夏深吸一口气 接着拿出铅笔便开始创作 没想到她的速度太快 片刻后就完成了五张 这把隔壁的女孩看呆了 要知道目前所有人都才进行第一张而已 其实这只不过是小夏过于紧张 漏下了好多细节没画 这才导致了速度很快 考试结束后 仲平便和公司的老板开始分析 他们觉得最有争议的人就是小夏 要求是15张就行 然而她却足足画了30张 可老板在仔细翻看后 还是认为小夏的基础太差 线条与线条的连接 还有人物表情的描绘 都显得有点新手 仲平健壮 还是极力为小夏争取机会 但老板却认为她偏心 在老板怀疑的眼神中 他只好将淘汰的消息告诉小夏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水平不够 小夏真诚地接受这个结果 被问到为什么做了30张画 小夏说当时脑子里有很多灵感 他不忍心浪费 于是就全部画了出来 而小夏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 他表示就算脑子里有想法 跟手总是跟不上自己的思路 最后仲平问了小夏一个问题 这次的失败 你还会继续学习动画吗 不过当小夏失望地离开后 仲平和主编却对他深有感触 经过公司的考试后 小夏变得更加用心 每一个深夜 他都会伴随着灯光练习到很晚 只是有时也会在孤独的时候 小夏会想起北海道的爷爷 如果自己能再努力一点 那肯定不会辜负 让自己走出农村 饱含一片苦心的爷爷 往后的日子小夏也有机会 就会把自己练习的画作 递给仲平批改 然而身为负责人的 他因为工作太忙 只好把画作转交给泽子 希望他能帮忙看看 泽子得知这厚厚以达全是小夏画的 他没说什么 只是看着看着 眼神里却满是惊讶 泽子没想到在短时间内 小夏竟然进步得这么快 为了帮动画片 完成最后的配音工作 这天仲平来到露营棚帮忙 因为非常看好小夏 所以仲平便把他也带了过来 没想到情感丰富的小夏 在看到白娘子的悲惨模样时 他居然眼含热泪 此时小夏已经把自己 完全带入到动画片里了 事后仲平告诉小夏 我们要制作下一部动画电影了 希望到时候你也能参加创作 不过在这之前 请你再参加一次考试 凭你的天赋 这次肯定没有问题 小夏当然不会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他笑着答应了下来 回家后小夏完全投入到练习当中 这一次他无比坚定 也变得稳重了不少 小夏意识到 自己的绘画水平正在慢慢变好 很快又到了考试的日子 小夏冷静坐到位置上 今天的考核内容 实现是一个上午 要画出五张两个人物的动作画 只见小夏从容不迫地拿过参考题目 然后细心地开始在纸上进行创作 遇到不懂的地方 小夏便利用自己的身体 幻想着即将画出的动作 一比一画的挥洒 仿佛都倾注了小夏的灵魂 在考试结束后 等待结果的小夏还是有些紧张 主编说 这次你居然画了整整五十张 而且无论是线条还是动作 你都画得比上次好多了 小夏先是愣了一下 直到仲平告诉他 没合格了 小夏这才反应过来 仲平表示 是泽子极力向公司推荐你的 所以往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紧接着小夏来到泽子身边 立即就向他道谢 泽子也深深地看了小夏一眼 第二天 小夏被泽子带到新宫位上 那个位置正是泽子的身后 小夏坐下后久久不能释怀 他明白自己已经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为了不被同事们逼下去 他在开会时很是认真 负责人说这次要做的动画片 是一个顽皮小孩子的故事 他让所有人都大胆设计里面的角色 然后放在一起做比较 小夏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所以他非常珍惜 到了深夜 小夏下决心反复研究剧本 很快他也找到了想要画出的角色 那正是主角的母亲 先将主线条勾勒出来 然后再慢慢描绘出细节 可画着画着 小夏不自觉想到了远在北海道的母亲 或许是从小一直有过浓厚的关爱 这让他对母女亲特别有感触 这一晚 小夏越来越有灵感 直到凌晨他都在尽情创作 第二天 阳光照在小夏脸上 他才从桌子上醒来 意识到即将要迟到 小夏于是连忙跑步上班 紧赶慢赶来到公司后 发现还是晚了一步 但主编却并没有责怪他 见小夏慌慌张张的样子 主编猜到他一定是昨晚加班了 接着便让小夏也拿出作品一起讨论 结果 负责任仲平眼就看中了小夏的画 他认为这个母亲的样子充满了温柔 一定会受到观众的喜欢 然而主编却认为另外一张更加显眼 因为母亲也有心机的一面 所以写眼的表情可能更加还原 而这幅母亲正是由老员公子子画的 这是仲平看向小夏 让他说说为什么要画出温柔的形象 小夏表示公司制作的动画电影 多半是由小孩子作为观众 如果让他们看到不舒服的表情 恐怕会遭到反感 面对小夏的解释 仲平没有说什么 不过在当天下午 他找到泽子和小夏 拿出了自己把两张画结合起来的作品 无论是身材还是表情 这幅画都让小夏眼前一亮 完成了创造角色形象后 下面要做的事就是动态描绘 只见所有的画师都做在一起 面对台上演员的各种动作 他们快速凭借感觉画下来 可突然有个男人 因为打不好场技般遭到了训斥 小夏这时还不知道 自己未来会和他的命运紧紧相连 在这之后 就是每天加班的赶稿时间 这天当大家都在为各自负责的片段努力时 没想到上次貌貌实实的男人却找了过来 他自我介绍名字叫做依旧 是老板的新助理 由于老板看到一个片段很是不理解 里面的人物过于夸张 马尔的动作也很不协调 所以便委托他来建议修改 而这幅画是由小夏创作完成 可作为新手的他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才好 牵抢的理由让同事们都看不下去了 他们只好劝小夏重新再画吧 因此小夏非常烦恼 为什么自己认为没有问题的作品 居然在老板那里不被看好 因为遇到了头疼的事 女孩急得张大了嘴巴 她来到走廊 把双手放在地上 整个人一步步从楼梯往下爬 无料之事已久突然路过 看见这奇怪的一幕 她顿时背下的愣住了 小夏赶忙解释 自己是为了寻找画画灵感 所以才模仿马尔走路 可看着已久快速远离自己 小夏瞬间尴尬极了 由于经历了白天的亲身体会 夜晚小夏很快有了灵感 心满意足地画完了作品后 她感到无比放松 第二天 小夏一上班就把画交给了组长 然而组长在仔细翻看后 还是觉得差了一点意思 具体是什么她也说不出来 一堂的泽子表示 可能是马尔的动作画得太过僵硬 所以这幅作品看起来缺少律动感 才会令人感觉到很奇怪 组长决定让她再画一次试试 为此小夏十分烦恼 坐在位置上迟迟都下不了笔 心烦意乱的她又来到走廊 举起双手幻想着马尔奔跑的前提 巧合的是 一九居然再次撞见了这一幕 她明白小夏是来这里寻找灵感 所以一九选择不做打扰 可当小夏准备起身离开时 却意外脚下一滑 重心不稳的她 眼看就要摔下楼梯 危机时刻 一九快速一把将她拽住 这才阻止了危险发生 四目相对之际 感受到手掌传来的触碰 一九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但小夏却好像想到了什么 只见她双手不停地挥舞 嘴里还念叨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急动地一路跑回了办公室 坐下后 小夏凭借着刚才的感觉 立刻把她画在了纸上 结果组长在看完小夏的画稿后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说这个作品非常有趣 还让泽子也看一下 奔跑的样子还算正常 只是当越跑越快时 马儿的前提竟然变成了四条腿 仿佛就像残影一样 要知道在六十年代 这种画法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泽子不禁眼前一亮 虽然不能理解 但座位动画师的泽子觉得很有趣 小夏开始解释 之所以选择画四只前提 是为了能更好的 体现出马儿奔跑的样子 组长听后很是兴奋 他立即拿到了负责任重评手里 小夏原本以为画稿的事 会就此告一段落 没想到在当天下午 公司老板突然闯进办公室 一进门就大声询问 这很多角的马是谁画的 组长刚要解释清楚 可老板根本就不给他机会 他只想知道这个愚蠢的作者是谁 居然连动物的基本外貌都不清楚 小夏也一时到了情况不对 他只好紧张地承认 老板看他是个才进公司的新人 他并没有责怪小夏 随后老板表示是谁允许他画的 建公司从上到下都在保护小夏 老板也不好再说什么 他只好反问负责任重评 你觉得这样画真的好吗 仲平说公司要想发展 那就不能一味走别人的老路 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创 而小夏的话就是最好的创新 老板看着重评坚定的言神 他只能选择相信这帮年轻人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正是今天的这个创新 竟然会让动画界在未来50年后都在模仿 往后的日子就是不停加班的赶稿时间 所有人都在为了作品努力着 尽管那家为了创作牺牲了休息时间 但这一切他们都觉得很值得 因为能进入这家公司的人都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排出被全世界喜欢的动画片 到了动画电影上映后 没想到居然出奇地受欢迎 老板为了感谢员工们的付出 于是便举办了庆功仪式 所有人都非常开心 自己热爱的是成为了工作 而且还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大家都不免有些自豪 而老板还有一件事要完成 那就是邀请 给马儿化四指前提的小夏唱首歌 在所有人的起哄下 小夏只好硬着头皮上台 为了完成工作 女孩已经连续加班三天了 可公司还是认为她不够用心 一颗会走路的树 在动画片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于是小夏便独自来到走廊 接着缓缓磨动身体 她想通过模仿来寻找灵感 然而就算这样 小夏的脑子还是一片空白 她只好来到公司楼下散心 没想去正好遇到了依久 见小夏眼神里满是迷茫 依久不禁有些心疼 她清楚地知道 小夏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但如果想要成为真正的动画大师 小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依久说出这番话时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暧昧 如此直白的言语 小夏怎么可能不明白她的心意 可毕竟还未实现梦想 她暂时并没有考虑谈恋爱 之后公司为了放松动画部的压力 于是决定让他们去郊游 所有人都玩得非常开心 而依久由于缺少锻炼 身体不协调的她 就连一个球都接不住 狼狈的模样不免让人觉得好笑 但到中午时 大家围坐在一起 然后各自拿出了准备好的便当 由于想尝尝小夏的手艺 依久则用面包和她交换 虽然两人之前有过尴尬 但毕竟还是同事关系 小夏没有拒绝 只见已久拿起饭团 现得非常激动 迟迟都没有舍得下嘴 午餐结束后 大家开始进入森林散步 这时 他们却突然发现 则子一个人在发呆 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直到小夏上前询问后 则子才告诉大家 自己即将要结婚了 丈夫正是她的大学同学 而则子也决定做一个好妻子 所以她准备要离开公司 往后在家操持家务 让丈夫安心在外上班 则子觉得虽然动画是她的梦想 可如今 她已经到了试婚的年纪 眼看同龄人都陆续结婚 未来能有过稳定的家庭生活 才是则子最正确的选择 小夏听后心里很不适自卫 那些和则子一起努力过的日子 每每想起都让她十分难忘 但毕竟人生的道路不同 小夏只能选择祝福则子幸福 不久后 也迎来了新年 按照传统 小夏穿上了节日和服 然而当她和同事们聚会时 小夏却被怀疑和已久正在交往 面对两人的一唱一和 同事起哄说你们在一起吧 因为小夏和已久看起来最般配了 没想到已久居然直接答应了下来 这让小夏很是无语 回家的路上 她怎么也想不明白 已久究竟喜欢自己哪一点 女孩被紧紧逼到角落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吓了她一跳 男孩也意识到自己太过突然 但她还是想听到小夏的回答 原以为会直接被拒绝 没想到小夏 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而已久还有很重要的事没完成 那就是作为公司新人的她 即将要担任下一部动画电影的导演 如果到时候票房优秀的话 她就为小夏办一场隆重的婚日 虽然不明白已久为什么要这样 可毕竟有奋斗心是好事 所以小夏选择乖乖听话 往后为了完成动画电影的创作 已久很是用心 她常常拉着所有人开会讨论 对于新人导演的想法 绘画师们全都非常配合 不过已久的动画还是太过超前 她把每一个角色都设计得很有故事 这导致原本需要三个月时间就能完成 硬是拖到了半年后才结束 而公司里的前辈仲评也发现了有些不对劲 要知道在六十年代 看动画天的人基本全以小孩为主 或许是有些急于求成 面对仲评的好心提醒 依旧不仅没有当回事 反而还执意认为自己的作品没有问题 果然在上映这天 小夏在电影院里发现 观众们全都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有的人甚至都看睡着了 显然这部动画电影很不受欢迎 而老板对上映结果十分不满意 这是公司成立以来 拍出过最低票房的动画电影 花了半年的制作时间和翻倍的人员预算 换来的成绩让老板非常生气 依旧知道这全是自己的错 可毕竟这件事要有人负责 于是依旧果断向老板提出辞职 事后为了安慰依旧的失落 小夏便在咖啡厅约她 两人一见面 小夏就表示她很喜欢依旧的作品 只是其他人不懂欣赏罢了 依旧听出了小夏说的是安慰话 但她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失败 甚至都配不上小夏了 依旧认为她已经没有能力再给小夏幸福 不过小夏却不那么像 只是一次的失败而已 不应该变得如此消极 依旧还年轻 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 面对依旧此时提出分手 这不禁让小夏觉得 依旧根本没有真正喜欢过自己 而小夏表示 她喜欢的一直都是依旧积向上的性格 和其他什么都没有关系 不管眼前的挫折有多大 她都希望依旧能够振作起来 如今看到了自暴自弃的依旧 小夏无比失望 小夏说完这番话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咖啡厅 深夜 回到家的小夏心里很不适滋味 自己的初恋 难道就要这样草草结束了吗 虽有不甘心 可她也只能面对现实 第二天 彻底醒悟过来的依旧 匆忙找到小夏 一见面她就开始道歉 与此同时 一九也再次说出了那句话 面对一九真诚的袒露心扉 小夏选择原谅了她 随后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过了很久都没有分开 当天下午 两人结伴回到公司 向大家宣布了结婚的消息 看到工作过的伙伴能走到一起 同事们都纷纷送上祝福 在这之后 小夏请假回到了北海道 她决定将未来的丈夫带回老家 让一家人共同见证自己的幸福 站在熟悉的田野上 小夏感触良多 十年前她刚被收养到这里时 就被一望无际的绿色给震撼到 当时连路边的蒲公英 她都误以为是食物 听完了小夏的经历 一九很是激动 她静情地在草原上奔跑 然而没想到的是 一九很快就踩到牛粪 接着整个人重重地摔倒在地 她把城里的男友带回老家 当两人提出即将要结婚时 没想到爷爷却开口反对 尽管男友一脸真诚 还承诺未来肯定会让小夏幸福 可爷爷认为将来的是谁也说不准 你此时的承诺 言之过早了 小夏明白 爷爷是担心自己才说出这番话 但为了能够顺利结婚 他还是请求爷爷答应这门婚事 爷爷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已经老了 只要孙女满意就好 到了晚饭时 小夏和家里商量要在老家举办婚礼 当他表示是男友一九的想法后 不料爷爷却突然开口 结果这个笑话只逗到了已九 其他人根本不觉得好笑 很快就到了婚礼这天 家里人都在等爷爷参加仪式 小夏明白爷爷迟迟没到 是在独自赶伤 于是他便来邀请爷爷 再感谢多年来的收养之恩 此时爷爷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情感 只见他嘴唇颤抖着 想要说些什么 但话到嘴边 怎么也开不了口 小夏心里很不适滋味 顿时眼眶里满是泪水 他明白爷爷只是刀子嘴 都扶心罢了 小夏瞬间泪如雨下 而爷爷则被过身去 他不想让小夏看见自己这副模样 过了很久 小夏才收拾好心情 和家人们拍完了合照 在这之后 两人回到了东京 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二人世界 和大多数人一样 他们的婚后生活非常平淡 一日三餐和收拾家务 依旧由于暂时还没有工作 于是他便每天早早起床 为小夏做好丰盛的食物 还准备了便当给小夏带到公司 等到家里只剩一酒后 他就开始收拾家务 认真又熟练的动作 不禁让人觉得像个家庭主妇 忙完家里的琐事后 一酒则拿出厚厚一大资料 然后仔细翻译出里面的内容 这是他最近找到的兼职 虽然赚的不多 但补贴家用还是绰绰有余 另一边 小夏也在原来的动画片公司努力着 他很享受热爱的是能成为工作 期间同事告诉小夏自己怀孕了 看着眼前微微隆起的肚子 小夏不免有些期待 他才想这一定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而午餐时同事问小夏 你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呢 小夏说自己的婚姻才刚刚起步 她和丈夫的收入都不算高 现在根本没考虑到这件事 但也想到小银儿很可爱 小夏表示 顺其自然吧 两个月后的星期天 同事们来到小夏家做客 原以为是个快乐的聚会 没想到大家都在为一件事烦恼 因为前不久 怀孕的同事被老板单独谈话 由于刚进公司的时候 签过怀孕就开出的协议 所以同事即将面临失业 考虑到她的工作做得不错 老板决定把同事降为临时工 工资减半 福利取消 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变得更加困难了 选择辞职算了 这样还能更好地照顾宝宝 夜晚躺在床上的小夏 问了丈夫一个问题 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怀孕了 医生告诉她已经三个月了 可小夏却感到非常烦恼 因为在刚进公司的时候 所有女人都签过 一旦怀孕就开出的协议 这让小夏很是害怕 她才刚开始为了成为动画师而努力 如今又要中途放弃 小夏心里通满了不甘 而丈夫已久 很快就看出她的情绪低落 在一番询问下 小夏只好说出了怀孕的事 依久听后顿时笑出了声 这意味着她要做爸爸了 不过小夏却非常担心 目前家里的条件并不乐观 夫妻两人过得也很辛苦 她不想在这个时候失去工作 依久认为可以和公司商量成为临时工 起码这样做还能留住动画师的职位 第二天 小夏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公司 犹豫再三后她将怀孕的事单独告诉了关系很好的同事 让他们能帮忙出主意 虽然同事们都在为她开心 但这也意味着小夏即将要离开公司 他们顿时有些不适 而小夏决定成为临时工留下来 就算工资减半 福利取消 她也不想辞去工作 不料 同事听完小夏的想法后十分激动 她决定要做点什么 紧接着 她来到动画部所有同事的面前 将小夏目前的烦恼说了出来 而负责人重评 毕竟是亲眼目睹小夏一步步走到今天 她实在不忍心看到小夏离开 可在六十年代 当时基本上每家公司都会有自退孕妇的协议 这不禁让大家一时犯了难 然而面对如此不公平的事情 他们为了帮助小夏 于是便决定打破公司的规矩 有了所有同事撑腰 小夏敲响了老板办公室的门 建公司里从上到下 全都站在了自己面前 老板瞬间十分惊讶 老板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表情也开始变得不自然 此时身后的同事们还没等老板刁难 就表示大家不希望小夏被开除 或者成为临时工 老板立即开始发火 他起身质问所有人 就在这时 部门负责人重凭坚定地站了出来 随着员工一个接着一个鞠躬 老板再也坐不住了 只见他无奈地走出座位 老板说之所以公司有这个协议 是因为考虑到女性生育很辛苦 也没有更多的精力 同时照顾家里和公司 所以才会用辞退的方式 让女性能安心抚养孩子 小夏顺势开口 她并不想失去工作 只希望能在公司完成梦想 尽管往后会辛苦一点 但她一定不拖动画部的后退 建团结的力量 打破了公司不平等协议 同事们纷纷鼓起了掌 笑声也持续了很久很久 然而好事还不止一件 当晚老朋友则子来到小夏家里 她说现在自己开了一家动画公司 虽然只是刚起步阶段 但她有信心闯出一番新天地 而则子这次来的目的 是希望已久能去她公司帮忙 负责动画片的导演工作 听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已久非常期待 可以想到小夏怀孕后 很需要人照顾 这不仅让已久犯起了难 她突然发现 哥哥要和这条街上 最有钱的女人结婚了 没想到兄妹俩分开这么久 再次见面 居然得知哥哥要去餐厅的老板光子 小夏顿时很是惊讶 一想到气质高贵 妩媚动人的光子要嫁给哥哥 她就非常不能理解 明显的经济悬殊 小夏很难不怀疑哥哥是为了钱 而哥哥却表示两人是纯粹的爱情 和别的什么都没有关系 然而 等到第二天 小夏还是忍不住好奇 独自前往餐厅想要弄清楚 不料 光子见到小夏却莫名表现得很紧张 在一番急切的询问下 光子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由于担心餐厅人多嘴杂 他赶忙将小夏带到二楼解释 光子原以为小夏会阻止他们 毕竟两人的年纪相差太大了 但没想到小夏却非常开心 当场就祝福光子和哥哥的婚事 有了重要情人小夏的同意 光子再也没有丝毫顾虑了 就在这时 哥哥太郎也找了过来 他猜到八卦的小夏肯定会和光子见面 对于面媚的这点小心思 太郎再了解不过了 当问到两人的婚礼什么时候举行时 太郎表示不办仪式了 考虑到年龄和财力的差别 两人并不想成为被讨论的对象 只要默默相爱就够了 形势上越简单越好 当晚 在太郎家楼下的酒吧 两人正式宣布了夫妻的关系 食物不算丰盛 场地也小得可怜 只邀请了双方的亲人到场 这场仪式便算举行完成 可太郎和光子依然感到很幸福 因为有了灵魂契合的另一半 仪式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 时光匆匆 一转眼半年过去了 随着距离分娩的日子越来越近 小夏的肚子也鼓了起来 由于怀孕需要营养 她胃口变得非常好 这天小夏为了学习育儿经验 她独自前往了生过宝宝的朋友家里 雀露人间得知 丈夫已久会经常过来 请教了好多关于带孩子的问题 当小夏回家看到已久 在逢补即将药用的尿布时 她不免一阵感动 平凡的岁月里 能有个体贴入微的丈夫 小夏感觉到十分温暖 然而到了深夜 小夏突然肚子疼得叫出了声 依旧瞬间很是担心 因为已经怀胎十月 她肚子疼到冷汗直流 而没有经验的丈夫 只能在一旁敢着急 就在两人不知怎么办时 门口突然传来动静 只见母亲居然从遥远的农村赶来 见小夏在苦苦忍耐 母亲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赶忙上前查看情况 一同来的还有父亲和爷爷 有了家人守护在自己身边 小夏顿时感觉不那么紧张 好在只是分娩之前的正常现象 过了片刻小夏被慢慢缓解 母亲告诉她 等到症痛变得很厉害时 就应该要去医院生宝宝了 而爷爷拿出准备好的 北海道牛奶豆腐 让小夏能及时补充营养 就在这时 哥哥算着日子也赶了过来 他何况子为小夏买了很多宝宝用品 见所有人都在关心自己 小夏觉得很是幸福 不料当天夜里 小夏肚子突然开始强烈阵痛 身旁的母亲毕竟有过经验 她瞬间就明白是分娩的信号 紧接着 小夏就被送到了医院 直到第二天清晨 一家人都在产房外着急的等待 而小夏则在里面使劲努力着 身体的疼痛不禁让她哭出了声 小夏配合着有节奏的深呼吸 这一刻她用尽全力在坚持 只为了能早点见到宝宝 很快在小夏的竭尽全力下 期待的事也如约而至 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小夏宠命地看着她 眼神里满是母爱 事后一家人围在一起 都想看一看 这位才降临的小生命 丈夫让小夏取名字 然而他却把这个权利交给爷爷 考虑到名字的重要性 为此爷爷非常认真地写下一个字 有 他希望宝宝是个聪明优秀的孩子 小夏对这个字很满意 因为里面包含了爷爷的住院 但往后辛苦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小游总是在夜间哭闹 这让小夏每晚都睡不好觉 不过好在母亲决定留下来帮忙 这让小夏变得轻松了不少 同时她也十分感激 明明只是毫无血缘关系的养母而已 却总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小夏能做的 只有一遍遍说出感谢的话 直到小游满月以后 母亲才放心回到北海 到照料蒙活 接下来就要完全靠这对新手父母了 一会儿喂牛奶 一会儿换尿布 虽然两人过得辛苦了点 可为了小游能健康成长 一切的付出 他们都认为很值得 因为平静生活带给两人的 不只是一家三口的温暖 还有夫妻之间最朴素的香如以沫 不久后 也到了小夏回归公司的日子了 她在即将离开家时满心不舍 一想到要和小游分开一整天 她就不自觉流出眼泪 依旧健壮 只好先让小夏去上班 小游有她照顾就好 走出家门后的小夏 心里很不适自卫 身为母亲 她怎么使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呢 但毕竟还要赚钱生活 小夏便收拾心情 忍住思念 坚强地前往了公司 为了能早点见到幼小的女儿 她一下班就匆忙往家跑 好在丈夫非常体贴 主动承担了所有家务 这让小夏轻松了不少 可毕竟还要生活 丈夫依旧每天都在家照顾女儿 全靠小夏一个人的收入根本不够 于是 他们只好考虑将女儿找家托儿所 好让依旧可以外出上班 但附近的托儿所却告诉小夏 他们暂时不要四个月大的孩子 至少也要等到两岁才行 小夏听后顿时犯起了难 没有办法 两人只好继续像之前一样 为了女儿共同努力着 可好景不长 这天 依旧突然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被邀请到动画片公司做导演工作 这对于依旧来说 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于是他便和小夏商量 原以为他会不被支持 没想到 小夏居然很鼓励他追逐梦想 前提是 要尽快找到一家 接收狄龄孩子的托儿所 然而正当小夏感到烦恼时 通知他 要将小夏提升为部门总监 这就意味着以后的工作 将会更加忙碌 少不了要经常加班 小夏考虑到 还要早点回家照看女儿 他没有立即答应下来 可老板非常看好小夏 认为只有他具备能力 干好这个职位 为此小夏无比纠结 毕竟是自己一直梦寐一休的事 他实在不想放弃 不过人生总会有转机出现 当晚好朋友小夕突然上门做客 听说了小夏夫妻俩的困境后 小夕出于好心 便选择白天 让小夏把女儿送到他家照顾 正好还可以和自己的孩子作伴 虽然小夏很识不识 但毕竟这是最好的办法 他和已久也能专心上班 等到第二天 两人准备好了一切 然后带着女儿前往了小夕家 一见面 已久细心的介绍每一样物品 从奶粉奶瓶到衣服杯子 他都要说清楚才肯放心 然而小夏即将要离开时 女儿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一个劲的看着妈妈哭泣 已经走到门口的小夏 实在不忍心 他又返回到女儿身边 赶忙抱在怀里安慰一番 已久健壮 虽然他也于心不忍 可还是提醒小夏该走了 要不然女儿只会一直哭闹 出门后小夏心里很不适自卫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 又有哪个母亲 会选择离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呢 之后小夏来到公司 便投入到忙碌的工作当中 他今天十分认真 仿佛这样不停的工作 才会让小夏不去思念女儿 另一边 一久也来到新公司做导演 他一直和画师们开会讨论 一久很需要这种充实的感觉 来让他暂时不去想女儿 好不容易熬到了六点的下班时间 小夏刚准备去接女儿 可下属去来找他审批画稿 身为总监的他没有选择拒绝 只能完成工作后才下班 结果当小夏来到小西家时 已经是晚上九点 尽管小西表示没有关系 不过小夏还是感到深深自责 到家后 小夏将女儿抱在怀里 久久都没有放下 或许是发现母亲在自己身边 女儿瞬间委屈地哭出了声 这让小夏心里难受极了 原以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和女儿都会慢慢习惯 没想到这天工作中的小夏 突然接到小西的电话 原来是女儿发烧了 看起来状态很不好 小夏听到和顿时非常着急 他想请假去看看 但公司实在太忙 小夏根本走不开 于是他只好给一九打去电话 不料却被告知 一九外出去见家坊 要很晚才能回来 正当小夏一筹莫展之计 他下意识想到一个人 夜晚回家后 哥哥已经把女儿小游哄睡着 而且烧也退得差不多了 幸好还有哥哥可以依靠 小夏很是感激 哥哥没有说什么 只是用闯爱的眼神看着小游 时间一晃 三年过去了 小夏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遇到不理解的动作 他就亲自示范 然后画下来 而小游 有时也会模仿妈妈的动作 虽然暂时画得不好看 但小游似乎对动画很感兴趣 由于从小在别人家生活过 小游长大后显得很独立 每天都乖巧地 被小夏送到幼儿园 晚上更是安静地躺在小夏身边 听完故事后就开始睡觉 不过毕竟是小孩 小游也有淘气的一面 清晨小夏醒来 注意到小游好像在画什么 起身一看 才知道是自己的工作画稿 然而依旧却发现 年仅四岁的小游 居然有着超越同龄人的绘画天赋 因为想要多赚点钱 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 而他刚上幼儿园的女儿 只能拜托朋友帮忙接回家 好在女儿乖巧又懂事 明白了母亲的不容易 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这也让小夏能全力投入到工作当中 由于身为部门总监 小夏少不了面临很多会议 和处理公司上上下下的各种事情 等到下班后已经是晚上 小夏还要匆忙来到朋友家带女儿 每当看到妈妈出现 女儿小游就会感到十分幸福 可这晚小夏注意到朋友突然开始呕吐 这才得知她已经怀孕了 小夏和丈夫说明了情况 同时她也意识到 不能再让朋友帮忙了 怀孕期间本就很虚弱 再加上要照顾两个孩子 小夏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为此丈夫已求表示理解 毕竟他们这些年 为朋友添了不少麻烦 事到如今 小夏决定辞去总监的职位 往后就能按时下班照顾小游了 然而两人不知道的是 此时小夏的这番话 全被还没睡着的小游听见 年仅四岁的她眼神里若有所思 没人知道小游在想什么 第二天 小夏刚下班就前往了朋友家 同时她也把自己的决定说了出来 尽管朋友表示没有关系 她暂时还能帮忙照看 但小夏实在不忍心麻烦朋友了 然而 当她叫小游回家时 小游却一直摇头 嘴里还说着不想回家 看到妈妈靠近自己 小游紧紧抱住阿姨 怎么也不肯松手 小夏认为一定是她的陪伴太少 才导致女儿不亲近自己 小夏告诉小游 爸爸在家给你准备了好多甜点心 我们快回去吧 没有办法 小夏今天只能一个人回家 而当晚已久没有看到小游很是惊讶 明明他们才是小游的父母 可为了各自的事业 两人全都疏忽了小游的感受 也难怪小游会不依赖他们 这一晚夫妻俩躺在床上 想了很久都没有睡着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朋友在那头说道 小游从你离开后就一直默默哭泣 她哄了一晚上 都没有哄好 这才通知了小夏 夫妻俩顿时慌了神 于是赶忙来到了朋友家 一进门 小游就起身扑到小夏怀里 哭声也慢慢停了下来 回家的路上 小游安静地被小夏背着 夫妻俩没说一句话 能被女儿需要的感觉 让俩人的心里非常幸福 隔天 小夏上班后便找到老板 不断提出了辞去总监的决定 他想做回动画师的工作 理由很简单 而老板却有别的看法 他认为公司非常需要小夏 小夏没有直接答应下来 他要考虑清楚再答复 事后公司里的前辈仲平来见他 老板让仲平无论如何 都要说服小夏 可仲平自然是理解小夏的难处 他没有强求 只是让小夏自己做决定 但有一点 那就是让小夏别忘了最初的梦想 一想到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苦 才一步步走到今天 当初的决心还历历在目 思考片刻 最终小夏还是答应了下来 趁着最近的工作不算太忙 傍晚小夏难得去幼儿园接小游放学 小夏心里难受极了 没想到只是简单的小事 小游却看得如此重要 在之后的生活中 意识到小夏工作很辛苦 小游总会帮忙做家务 不过她有个愿望 让小夏能带她去北海道老家骑马 轻松一阵过后 小夏又回到忙碌的工作当中 一会开会讨论 一会审批画稿 忙是忙了点 可小夏感觉自己已经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而小游放学后的照顾 暂时就全拜托哥哥帮忙 好在小游很喜欢和太郎相处 就连要画的人物都是太郎 这是我吗 嫂子光子对小游更是关爱有加 总是为小游做各种美食 之后日复一日 他们也度过了很多幸福的日子 在一个平凡的星期天里 小西突然上门做客 他无意中告诉小夏 你小时候最好的朋友 小天现在躺在了医院 具体是怎么回事 小西也不知道 这让小夏不禁陷入了回忆 小时候自己流浪的时候 三天都饿着肚子 是小天扎鱼给他吃 才救了小夏一命 由于从小一起长大 他们互相有着不一样的情感 直到18岁那年 女孩决定去大城市完成梦想 男孩虽然嘴上鼓励他 但心里却很是不舍 而之后这一别 就是十年的时间 如今小夏做了妈妈 并且还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就连要成为动画师的梦想 都早就被他实现 期间小夏曾回老家 看望过小天 得知了小天也同样已经结婚 夫妻俩守着这片土地 靠着种田来维持生活 看到青梅竹马组建了家庭 小夏真心为他祝福 原以为未来各自都会安好 然而命运多喘 不久后小夏突然听说 小天因为操劳过度 目前身患重病躺在了医院 小夏不禁非常担心 他很想去老家见小天一面 但公司实在太忙 只同意小夏一周后才能请假 另一边 小天意识到自己时间不多了 于是他便决定 把美好的回忆画下来 结果印象最深的 还是他和小夏的童年 哥哥自然明白小天的想法 他没说什么 只要弟弟开心就好 当天的傍晚有些凉意 小天拖着虚弱的身体 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医院 家人们看到他提前回来都很好奇 明明还要两个月才能出院 现在怎么又回来了 小天说有点想家了 他将两个孩子紧紧抱在怀中 接着就来到画室开始创作 妻子或许是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他便安静地陪在小天身边 面对体贴的妻子 小天很是知足 他把妻子抱住 过了很久都没有松开 等到第二天日出 用了一整晚的时间 小天终于画出了想要的图案 可毕竟太过劳累 小天的脸色看起来非常不好 之后他走到耕种多年的土地上 一阵微风吹过 小天将手放在泥土里 随后他慢慢起身 深深看了一眼 这片充满生机的农田 把头上压着的草帽扔掉 安详地倒在了地上 生命也在这一刻永远停止 儿童和小夏生活在东京的小天哥哥 将这件事告诉了他 一时间小夏感到难以接受 还没来得及见一面 曾经最好的朋友就去世了 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小夏深受打击 很快他就带着女儿 回到了北海道老家 小夏在小天的灵魏前待了很久 之后他走进小天身前的画室 见满屋子都是马儿的画像 小夏知道 那是他们一起养过的马 这一刻小夏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眼眶已满是泪水 然而所有人都没注意到 小天的妻子子时默默走进那块农田 只见他趴在地上 感受着小天的气息 朋友只是开了家新公司 他就决定要放弃 现在的高薪工作过去帮忙 于是小夏找到自己公司的负责人 果断提出要辞去总监的职位 儿童是很不理解 明明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突然离开 可他们还不知道 其实小夏是为了 想要拍出自己的原创动画片 所以才会选择和朋友一起完成 而现在的公司只会一位模仿 这根本不是他想看到的 之后小夏 如约前往了朋友的新公司 虽然办公的地方暂时很小 但有了一群靠谱的动画师们 小夏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 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大草原上 脸海小空的故事 胎成动画片 作为老板的责子告诉大家 这部动画片被电视台很重视 播放时间更是定在了六点的黄金档 不过因为故事背景为北海道乡村 所有人根本没去过那里 他们不免一时犯了难 小夏健壮 他想到自己就是在北海道长大 为了让同事们能够印象深刻 他决定把大家全都带去看看 于是在小夏的组织下 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北海道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和成群结怼的奶牛 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同事们 一见到便忍不住很兴奋 而小夏面对这个有着意义非凡的地方 他不免一阵感触 作为当地人 小夏把大家带回老家做客 顺便在了解爷爷当时开荒的故事 可正当小夏满脸期待时 爷爷却神情复杂地陷入了沉思 过了许久 他才缓缓开口 爷爷说自己小的时候 只能被亲戚家收养 由于那时的生活艰苦 他每天都要不停地干农货 不然就会没有饭吃 直到18岁那一年 成年的爷爷才离开亲戚家独自生活 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房子和土地 爷爷流浪了很远的路 最后到北海道落了脚 一开始这里全是原始森林 爷爷先是在河边开荒种田 辛苦了三年才看到收成 而爷爷也在期间和农户的女儿结婚 原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 不料 这时突然发生一场大洪水 把爷爷的农田全部摧毁 但他并没有感到心灰意冷 在收拾好剩余的财产后 爷爷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寻找 即经辗转下便来到了这片大草原 然而 可能是受了太多的苦难 奶奶不久后因为劳累沉疾 患上了很严重的病 爷爷当时实在没有钱请医生 奶奶最后满心不舍地离开了人世 听完了爷爷的故事 脚下久久不能释怀 他没想到爷爷的经历居然如此坎坷 事后母亲告诉小夏 或许正是因为自己的人生经历 所以爷爷十几年前在看到流浪的小夏时 才会同意收养下来 往后有了小夏的存在 爷爷也变得不再寂寞 一转眼小夏长大成人 爷爷却已经老了 而小夏的女儿小悠 又成为了爷爷新的精神寄托 不过毕竟是为了前来寻找灵感 接着小夏带同事们参观了奶牛场 然后是附近的农家 了解到每一件农具的用处 离开之际 他们站在北海道的草原上 感受着阵阵微风吹过 所有人都在这一趟收获了很多 不料这是小悠开心奔跑的样子 吓到了一旁吃草的奶牛 只见他大叫一声向小悠走来 所有人顿时吓了一跳 小夏赶忙将小悠护在身后 他认真想了三天 才画出一个小女孩 然后信心满满的拿给同事们看 他已为自己设计的动画人物非常成功 没想到同事们全都觉得不行 主角小空只是生活在乡村而已 不应该是这副野蛮的样子 他们认为观众更有可能 会喜欢看起来可爱又坚强的女孩 于是小夏又开始了思考 可他这次想破了脑袋 还是想不出该怎么画才好 就在这时 老板过来告诉他 之前看到你女儿玩耍的样子 老板当时就感受到了天真与活泼 那不就是最好的孩子模样吗 小夏更是意识到了什么 接着他便开始进行创作 直到下午当小夏再次把画拿到同事们面前时 结果大家纷纷露出惊喜的目光 不过设计完主角才只是第一部 在60年代由于电脑还没普及 动画师们只能用手 一张张画出细节 往往一部动画片 更是需要两万张手绘画稿 这也就意味着往后小夏少不了要天天加班 没有办法 小夏只好把放学的女儿带在身边照看 好在老板和同事们很有人情味 不仅没说什么 还热情的帮他照顾女儿 这让小夏心里不免一阵感动 由于有了一群靠谱的同事们配合 小夏浑身充满了干劲 而老板则子见大家非常辛苦 他每晚都会为员工准备晚餐 面对就像是一家人的公司环境 同事们觉得 虽然工作累了点 但他们很是知足 终于在连续加班一个月后 绘画工作也正式结束 然而这还远远不过 要做到能上映播出的话 接下来还要准备人物配音 因为主角是一位乡村女孩 他们挑选了一百多位神幽 最后终于定下一位合适的 为了动画片能受欢迎 则子甚至不惜花重金 邀请了当红歌手录制主题曲 做完这一切后 大草原上的女孩小空 这部动画片在登上电视播出 所有人都满怀期待 因为这部动画片 倾注了他们太多的心血 到了晚上 小夏紧张地坐在电视机前 等待着自己的作品开播 与此同时 北海道老家也守在电视机前 他们想要第一时间 看到小夏的成果 小空一家逃难到这里 可正当他们忙着赶路时 却突然看到一个小男孩 躺在路边奄奄一息 小空一家出于好心 便将他救下 也决定往后要带上男孩 共同生活 可他刚在大洪水中 失去了父母 男孩现在非常伤心 只见他头也不回地 跑进树林 小空担心男孩会有危险 于是就追上去安慰一番 小空说 虽然我没经历过你的遭遇 可我完全能感受到你的悲伤 如果你同意的话 往后你就把我们 当成你的家人吧 不料就在这时 一头受到惊吓的奶牛 突然向两人冲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小空勇敢地转身拦住奶牛 发现小空让奶牛冷静了下来 男孩才敢上前查看 见男孩惊慌失措的样子 小空顿时笑出了声 第一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而北海道的爷爷 看到刚才这一幕 不禁也跟着笑了起来 他们立即打电话给小夏 表示一家人都很喜欢这个动画片 小夏心里瞬间了开了花 他知道 大草原上的女孩小空 肯定会很受欢迎 第二天 不出意外 则子从电视台领回一大包观众记的信件 内容全都是夸赞这部动画片 这无疑是对大家最好的鼓励 接下来小夏也变得更加努力创作 然而不久后 公司里突然来了一位小粉丝 他想要看一看能拍出小空的地方 可小夏却注意到 这个小女孩居然和自己小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小夏更是意识到了什么 他突然发现 眼前的陌生女孩 竟然和自己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可他们明明才只是第一次见面 小夏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 眼看女孩即将要离开 小夏也疑惑地追上去想要问清楚 而命运的齿轮 也在这一刻开始转动 小夏注意到 推着女孩过来的 居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小千 为了确定没有看错 她敢忙呼喊妹妹的名字 然而小千只是转身后 呆呆地对着小夏点头 好像是有很大的难言之影 但小夏已经顾不得太多 小时候自从父母遇难后 姐妹俩就被迫分开生活 往后的十几年里 她一直在打听妹妹的下落 可毕竟在六十年代 人口失踪是常有的事 所以始终都没有关于妹妹的消息 如今小千就在自己眼前 小夏再也控制不住思念 泪水瞬间不争气地夺旷而出 然而小千 此时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接着她留下自己经营的饭店地址后 便匆忙离开了这里 只剩下小夏一个人 在原地久久不能平静 事后她将今天遇到的事 全都告诉了哥哥 虽然不理解小千为什么会变得冷漠 不过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小夏和哥哥决定要弄清楚 小千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会连兄妹都不肯相认 另一边 回到家的小千心里很不适滋味 她认证地告诉女儿 因为爸爸妈妈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所以往后可能会分开居住 由于当初自己是已无所有嫁到这里 到时候她有可能会净身出户 但小千唯一不是的 就是女儿的抚养权 小千看着女儿 之所以今天带你去见小夏 是因为如果真到了走投无路的一天 小千准备悄悄带着女儿离开家 然后去投靠小夏 不过此刻小千还是满心抱怨 她不明白 为什么哥哥和姐姐没有寻找过自己 可小千根本不知道 其实小夏来东京后一直没有放弃找她 只是时间过了太久 加上没有长大后的照片 才让小夏始终都没有结果 好在小千最近在电视上 看到了小夏动画片上的制作人员名单 于是她便有了要相认的想法 到了第二天晚上 小夏和哥哥共同前往了小千的餐厅 刚进门哥哥就开始打量小千 只是一眼 他就确定那正是自己的妹妹 而小千则平静地看着哥哥 接着以老板的身份询问他要吃什么 哥哥想了想 便说要点一份天妇罗盖饭 小千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很快做完食物 蹬到了哥哥面前 可哥哥却在品尝后 突然开始变得哽咽 此时小夏也想起来 父母在世的时候 经常做给他们的食物 就是天妇罗盖饭 见小千还是没说什么 小夏把事先准备好的信封交给小千 他和哥哥便离开了餐厅 深夜 小千好奇地打开信封 发现了里面的一幅画 小千很快认出 那是父亲在他们兄妹三人小时候画的 当时一家人过得很是幸福 由于自己年纪最小 妈妈总是把小千抱在怀里 看过这幅画后 小千已经不自觉地泪流满面 这些年来 他又何尝不思念一顾的父母呢 面对来和自己相认的哥哥姐姐 小千明白 现在世上和他最亲的人 就只剩哥哥姐姐了 同时小千的心理也做了一个决定 隔天 他便找到小夏的公司 小夏已识到事情肯定不简单 于是他决定先将小千带回家 而小千没有隐瞒 他把自己的遭遇全部说了出来 包括和丈夫即将分开的事 小千说未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可以想到自己还有哥哥姐姐 他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才选择和小夏商量 小千一瞬间就眼含热力 虽然自己的婚姻不幸 但小夏却给了他温暖 过了许久 小千终于说出 别再心里很久的话 就这样 他们也在此刻正式相认 可以堂堂正正的 以姐妹身份相处了 事后 小千告诉女儿 小夏是你的姨妈 也是我的姐姐 而小夏的女儿 相识早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为了让画面变得真实 他连普普通通的肩蛋 都要让人当面演示好几遍 虽然麻烦了一点 但好在对动画片很有帮助 不过由于电视台一直催稿 小夏只能不停地工作 往往要连续加班一个月 才能勉强跟得上电视台的需求 可小夏从来没有抱怨过 反而每天都充满希望 因为忙碌带来的充实感 小夏会觉得梦想就在眼前 然而 命运似乎很喜欢开玩笑 这天 同事在去电视台交稿的路上 却不小心脚下一滑 把公司辛苦制作很久的画稿 全部泡到了水里 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只能愧疚地把画稿拿回公司 等到打开检查一番 才发现所有的画稿已经全部湿透 显然这些不能再用了 小夏看着不听道歉的同事 他没说什么 只能咬着牙决定再画一遍 可动画师小夕却想马上放弃 眼前这些可是努力一星期的成果 他认为自己一晚上根本不可能完成 随着小夏提出要帮忙 所有同事们纷纷先放下自己的工作 为了挽回损失 他们只好再画一遍 因为一旦第二天不能按时交稿的话 那电视台很有可能会取消合作 对于这家新公司来说 那将会带来不小的打击 事到如今 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于是大家全都开始了工作 就连老板则子都选择留下来帮忙 好在这些画稿之前画过一遍 他们做起来速度非常快 有了同事们共同熬夜加班 在第二天清晨 他们终于完成了所有画稿 与此同时 远在北海道的父母和爷爷 得知了小夏夫妻俩最近很是辛苦 不仅每天都要加班工作 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照顾孩子 他们顿时有些担心 再这样下去 小夏很有可能会累垮 一想到夫妻俩正在苦苦坚持 此时爷爷果断开口 母亲当然不会拒绝 他想后天就前往东京帮助小夏 事后爷爷独自走进牛棚 由于已经九十岁了 如今爷爷必须依靠拐杖 才能正常行走 他站在奶牛面前看了很久很久 爷爷一下午都待在牛棚 恍惚间 他好像看到了十五年前的小夏 爷爷颤抖地蹲下身体 只是这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已经消耗了他浑身的力气 只为了能够离小夏近一点 爷爷眼睛里满是沧桑 我想他现在应该是在回忆吧 夜晚爷爷习惯性坐在电视机前 因为每天这个时候 小夏拍的动画片就会准时播出 爷爷收养了男孩 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去大城市做一名医生 而爷爷没有反对 他鼓励男孩 只要是想做的事 那么拼尽全力也要做到 他们在大草原上紧紧拥抱的画面 爷爷看到后 不仅眼眶已满是泪水 因为这一幕 其实是他和小夏的经历 另一边 同样在看电视的小夏 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感受呢 十年前 在他即将要离开老家时 爷爷语重心长地看着小夏 而此刻小夏的心里 也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等到暑假 全家一起去北海道看看爷爷 可小夏不知道的是 他这趟回老家后 将会发生 让自己一生难忘的事 他难得回一趟老家 却发现这里二十年来 居然一直都没有改变 而上了年纪的爷爷 现在已经变得有些沧桑 晚饭时 小夏见爷爷看起来很憔悴 于是便关心他的身体状况 虽然爷爷嘴上说着没事 可他连一顿饭都没有吃完 就累得要去休息 这不免让小夏非常担心 同时他也意识到 现在九十岁的爷爷 已经到了垂暮之年 第二天 爷爷独自站在 北海道的草原上等日出 随着太阳升起 爷爷眼神坚定地看着 这片有他奋斗痕迹的土地 一阵微风吹走了爷爷的帽子 他没有拒解 而是依然默默看着北海道的一切 可当天傍晚 天空突然下起暴雨 爷爷看着外面的雨越来越大 他心里莫名有些不安 倾盆大雨 就这样下了一整夜 直到隔天早上 爷爷被雷声惊醒后 才发现家里停电了 他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对 然后赶忙询问怎么回事 这才得知 由于这场持续的大雨 导致了电力损坏 一时半会是不可能来电了 爷爷顿时非常着急 家里的奶牛厂 这些年全是依靠电力生产 如今突然的停电 让自动取奶器完全用不了 而牧场的牛奶存放更是大问题 冰箱离开了电 就意味着牛奶将无处保鲜 这时赵南建议 要是一上午都不来电的话 那自己就去镇上买发电机来用 然而 身为农业学校毕业的小夏 当场就反对了赵南 因为奶牛一直是有规律的产奶 如果整个上午都不去挤牛奶的话 那所有奶牛便会感染严症 到时候将会给牧场带来很大的损失 见爷爷对孙子赵南发了很大的火 大家都被吓了一跳 接着爷爷立即指挥家人们干活 除了留下两个人带孩子 所有人都跟他去牛棚帮忙 屋外大雨磅礴 爷爷和小夏匆忙来到牛棚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家里的年轻人全都投入到挤牛奶中 虽然牧场几年前就被机器取代 但身为奶农的他们 现在还记得正确的挤奶手法 小夏也凭借小时候的记忆 很快就挤满了一大桶 而孙子赵南为了能存放牛奶 他把老房子腾了出来 准备把这里堆放冰冷的井水 好用来保存刚挤出来的牛奶罐 在一家人的齐心协力下 他们用了一上午的时间 才终于把二十头奶牛全部挤完 看着眼前的成果 大家都感到无比轻松 因为在这场自然灾害下 牧场得救了 事后等到雨水停止 爷爷便带着小夏离开家 两人还有一件事要去做 那就是去小天家的农田里帮忙 和爷爷猜想的一样 由于土豆经过大雨的冲刷 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机 而这样的土豆根本卖不出去 只能低价卖给淀粉厂 爷爷和小夏见状 于是马上开始帮忙把土豆全部挖出来 地里的土豆还没成熟 但好在收集后再赶快卖给淀粉厂 还是能挽回一些损失 可爷爷这时居然对着小夏 说了些雨众心肠的话 这番话小夏实在不愿听到 因为他还没来得及 好好报答爷爷的收养之恩 其实小夏还不知道 爷爷想要的 只是看到小夏能幸福就好 不料爷爷一时走神 然后便一万摔倒在农田里 小夏明白 爷爷已经很累了 刚才的牛棚工作很是辛苦 又是上了年纪 小夏索性选择躺在爷爷身边 不管怎么样 先躺一会吧 日子还长 这些活慢慢做 一天总能干得完 在之后的一个大青天里 小夏带着丈夫和女儿 前往了北海道的大草原上散步 一望无际的绿色和蔚蓝的天空 这一路走来 小夏不仅感触良多 如果当时没有爷爷的鼓励 他根本做不到为了梦想坚持 也不会成为一名动画师 最让小夏感到幸福的 是能够遇到真心对他好的爷爷 和爱自己的丈夫已久 还有可爱的女儿小悠 这是依久默默牵起小夏的手 相及与他属于丈夫的温暖 可小悠健壮 吃醋地钻进两人中间 今后的这份爱意 就由女儿来传递吧 与此同时 爷爷踏进了这片充满生机的大草原 只见他深深地望了一眼周围 然后安静地躺在了草地上 闻着熟悉的青草香 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爷爷困了 那就让他安静地睡一觉吧 至少在梦里 爷爷还有那些美好的回忆啊